在台上幽默嘲讽 台湾人与中国人的不同 这位来自台湾的美国脱口秀表演者 Jason Cheney 因为这段脱口秀表演在网路爆红 一句话呛暴曾找他踢馆的中国人士 逗得台下观众捧腹大笑 这段表演日前被网友翻出来 PO到网路上 意外引发回响 有网友热心翻译打上中文字幕 点阅率火速突破百万 能说中文带着一点美国口音 Jason可是这样的台湾人 他的表演时常以台湾与中国人的矛盾为灵感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们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他说你是台湾人喔 那你讲什么话 然后我说我讲中文 他说那你就中文就中国人啊 但是我说墨西哥讲西班牙话 你加拿大人讲法文 美国人讲英文是在英国话 但是这个就是社会的那个 我说你现在是在美国跟我用英文破英文讲说 我是在讲中文的 那个就像其他的国家 我们过的那一个 你懂 Level Jason最受不了的就是被称为中国人 遇到这种状况 他会毫不思索反击中国式的神逻辑 出发点除了是让更多人分清楚台湾与中国的差别 更是要宣扬台湾的多元包容 体会到台湾的美丽的不是只有一个国家社会的地理的地点 不是只有一个岛屿 是台湾的文化 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是很包容 跟在东欧的一些国家 跟大陆比起来 我们是一个很开放 还有很包容文化 还有人的国家 所以我才想要讲这个 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的文化 跟大陆的不一样 如果台湾跟香港一样 变成都是变大陆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下一代 就没有办法有机会体验 我想要我的儿女 能体验这个台湾的文化 当时我们判断 当时我们判断 因为我们不想被判断 但是我们判断 因为我当时判断 我当时在沙地亚在馆饭 我当时在一线 超线的线 我好像在前面 我感到饿了 这是美国 所以我主要是美国 但是这些亚洲女孩 我没有知她 她来到我两个秒钟 然后她就判断 正在前面 她应该是中国 我说不要惊讶 我说你从哪里 她说台湾 遇到台湾人的不好 还是会勇敢自嘲 今年三十二岁的Jason 本名陈世俊 因为爸妈工作关系 十四岁前往美国发展 读过军校 随后又半工半读 考上社区大学 读社会学与行销 还没毕业就意外接触 脱口秀 一做就是第十个年头 成绩也很斐然 曾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世界喜剧大赛获胜 还登上过Fox频道表演 在全美各地脱口秀俱乐部 都有她的身影 为了帮台湾发声 她当初可是不顾家人的反对 毅然决然投入脱口秀 移民的父母都想要你最好的工作 律师的或者是医生的 你这个不要去弄那个 不要浪费时间 浪费钱 浪费你的精力 你就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台湾知道的话 他们只听到美国的新闻 我觉得没有台湾人在美国的声音 只有笑自己的种族 笑自己的国家这样子 是真光的 是讲实话的 然后我想要当这一个人 我想要讲实话 立志要帮自己的国家说话 Jason要用自己的方式 持续把台湾发扬光大 明月新闻中风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